讓吳宥辰來擔任最後一關的先發投手 這次的ERA還是維持零完美的數據 WHIP是0.75 那三陣投出了三次 有兩次的失壞球保送 總共丟了5.1局 賽選問教練說今天其實蠻多位投手可以選擇 那最後怎麼會選擇讓吳宥辰 那第一個是他高三 那第二個是他說昨天就隱約感受到吳宥辰 很想投這樣比賽 就是做這種反手的一個內野接球的處理 那個絕對是針對昨天現在這場對手的一個觀察 盡量讓兩邊的球 結果這個球裁判把他拉掉了 也結束了一局下半 很可惜喔 有共產上二壘 但是也沒有分數的進帳 146 讓達者揮棒落空 兩次三陣都是塞直的 沒有人說我剛進兄弟的時候 就是長這個樣子 很輕涩 回棒落空 今天真的三陣比例喔 都是用直球來的比較多 還是直的 外角球進到了好球袋裡面 出神拉了弓箭喔 哇 今天真的蠻多次喔 都站著不動被拉掉了 也讓平鎮算 會在那種比賽前期 前段打得比較緊張 哇 這尾鏡就很好 又來 今天 沒話講 好像第三次喔 這種外角球 長得直接被拉掉 最後都還會覺得說 他往外再橫移出去 離自己越來越遠 哇 就直的真的來了 揮棒落空 高角度的球 達者還是沒有掌握到 經過 KKK 標出了連續的四次三陣 吳宥辰再度凍結了三名高中的 哇 就是這一顆 想要打他就覺得說 考驗三壘手 去拳之後傳向一壘 喔 這個球有接到 而且有踩到了 有take到 結果還是沒有能夠傷到壘包 結束了六局下半 目前雙方還是七分的差距 這次回到台南 二次回到台南 個人的 不然 沒有 這次回到台南 有 有 ,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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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